赚了多少钱 八九万了 八九万了 就一个世界杯啊 就要决赛 就要决赛 前段时间不是有人花了那个五万块钱 买了十万柱彩票 然后中了两个亿吗 那是福利彩票 我说的是他猜数字的对吧 对啊 猜数字的概率比较小 猜数字我们有这个本事 我们去研究这个数字 你买过彩票吗 我买过我买租彩 买租彩一直买吗 前几年一直买 以前以前以前 以前以后就买的少了 买了多少年了 在以前以前就买了四五年了 当时缺钱了我就买一点 有时候买了一些酒茶 有时候买四串亿 你是缺钱了就去买一点 那你怎么知道 你买过以后会不会更缺钱呢 我是十块二十块左右 我不在超过这个数字 那你买彩票有赚钱吗 赚的多 赚的多啊 我过去赌球了 他的球不赌了 赌不起 赌了我是赢的 赌世界杯 欧洲冠军联赛 赚多战 赌球怎么赌啊 这个我倒没了解过 赌球很简单嘛 我打个比方 这是世界杯冠军 对吧 世界杯冠军 世界杯冠军 阿根廷对某个球队 对吧 你去猜 是谁谁赢 上半场 下半场 是不是点球会获胜 你就猜这个 就那么简单 猜谁赢 然后是不是点球 然后进几个球 下半场进 还是上半场进 然后你要猜中了 就奖金很高 是吧 对对对 他的赌球 这不是彩票 他有赌率的是吧 赌率 那你猜不猜不中呢 猜不中你就送给他呀 你倒贴他十万元 二十万元 那这个大多数我感觉都猜不中 好难猜呀 这个听起来就很难猜 这是拨的 这是靠拨的 你在这个上面赚钱了 赚的 我是赚的是2010年就世界杯西班牙 啊 但是得冠军是我猜 赚了多少钱 八九万了 八九万了 就一个世界杯啊 啊 就要决赛 就就就猜决赛 那很厉害啊 我这个人有可能门槛比较近 就猜决赛多了 那你投了多少钱 我投了不多的 一两万 哦 那我那也挺多的 那你如果说没猜中的话 那一两万不是就 一两万 我要道歉人家八万到九万了 对不对 你还道歉呢 如果太不重 我赢的是人家给我啊 八万 对对 那你输了呢 如果输了 就当你赔钱了 这个没话讲 输了你要再赔人家这么多是吧 啊对啊 哦 你是是怎么赌的 跟朋友赌还是 啊 有个圈子 后来我就离开这个圈子 啊 可能我信的上帝嘛 我就不好弄这个 哈哈 但是我想买买足利彩票 我自己用的钱 我是帮帮自己买 对吧 这会挺不大 因为我是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 赌这个东西你就知道 到最后人会贪心的 越赌越厉害 这个我知道 我都控制一个很小的范围 啊 有时候看美期 高兴的时候 这一期都冷门 我就高兴去搏一下 哈哈 如果这一期 他妈很好猜的 像世界边一选择 很好猜的 我就不猜了 我不猜比分的 我猜比分比较难猜 啊 我猜比分没这个能量 对吧 做出去我从来不猜 我没兴趣的 对吧 为什么 我不喜欢看做出去 你猜一直猜他输 他肯定能赢啊 七季都能赢 欧洲联赛 欧洲五大联赛 你知道 我很少看足球 欧洲联赛 欧洲联赛 我看了比较多 研究了 那么多年了 啊 他历届冠军上的资料 我历史上 我都做功课了 还最近期 球队的教练 他的打法 他的状态 我都演进过了 再下足 反正就是不赌中国独球 坚决不赌 为什么 没信用 没信用吧 还是个信用问题 对吧 你觉得水比较深 我没这个能力 意大利 你看一甲联赛 里面有水的 也有水的 但那个地方还容易猜 对吧 他的积分榜 我还容易猜 中国独球 不是更容易猜吗 你一直买他输 七七都能中 我没这个经历 我经历有限 大哥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原来就搞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问题石油期 我研究的 国际政治格局 外交政策 这是我们业余研究 业余研究 我说您主业是做什么的 我主业是上面打工呀 啊